2025ALT Taiwan展会于10月23日在南港展览衣馆展开 聚焦半导体、无人机、智慧穿戴及机器人等相关应用解决方案 邀请国内IC设计业者、协同系统业者共同展出实体展品 拿造晶片、成系统成长域、产业链价值 并凸显晶片技术关键有史 协助业者透过参与展会活动提升企业品牌能见度 推广相关解决方案或技术能量 对接国际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品节省》 《对计划》 颜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常》 《自宅视频》 新衛資訊公司 我們公司還是以模擬電腦輔助分析 為一個主要的技術核心 我們在做一些主要系統服務 包含整個CAE的應用研究 還有教育訓練 客製化等等 這次很感謝財發署 我們也是透過這個機會進駐了太空產業 那這太空產業是充滿了挑戰 就跟我當初十幾年前創業的那種感覺一樣 從地面到太空 通通都是一個辛苦的挑戰 那我可以跟各位說明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挑戰的產業當中 怎麼去克服這些未知的危險 在去年有一位負責國興登陸計畫的劉登凱博士說 模擬會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好 那我們CAE 就是電腦輔助工程 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產業跟領域上 譬如說火箭要回到地面上的時候 降落傘模擬 還有進入水面回收 那這個都是我們顧客的模擬的結果 好 那簡單來講 只要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在算一些力學的行為 所以只要是上面 不管是溫度 力量等等 通通都是我們在計算的角度 簡單來講 我們在 只要你有類似這樣的 希望建立模擬的能量 跟模擬的方法 想建立一個虛擬的實驗室 歡迎可以透過我們 來一起討論 如何協助各位來產生這樣的模擬的能量 CNA真的是無所不在 我們不只在太空產業 還有同時在無人機產業也有這樣的應用 比如說只要是結構震動 甚至流暢分析 或是你的東西會不會熱當 像這種問題也是我們模擬說 可以進行的方案 還有更進一步的 在比較更小的晶片上面 它的變形還有受熱力跟硬力的結果 通通都可以做相對的模擬 那我們在無人機 當然這一架不是我們做的 我們在進行一些相關的 譬如說 在做一些產品的流阻分析 或是投遞物的狀況 我們知道它能不能順利的 被飛機投遞出來 像這個通通在我們計算力學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那我們也跟地面站的廠商一起合作 了解他們的產品在地面上 是不是可以受到這些 特殊環境的影響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幫他們進行這些流場 在還沒有進行 進入市場前 我們就開始讓他們知道這些產品的屬性 甚至受到太陽陽光的照射之下 裡頭的溫度與產分不清晰 那最近一人室的伺服器也有一個挑戰 那我們就可以去了解到說 這些一人伺服器在裝載硬體的狀況之下 在地震或衝擊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會有一些影響 好 只要是未來各位想要建構一個 這樣虛擬模擬的實驗室 瞭解強度跟破壞產品的預測 通通都可以透過行為資訊 來幫你建立這樣的影響 即使是Garmin 他們也是國際性的公司 也是透過我們的系統做一個整合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包括把他們的系統做一個整合化 還有自動化的一個平台 讓整個CAE運算會更為友善 更為快速 那今年我們又跟兩所學校的學生做一個合作 他們在譬如說成大航太系的學生 在大勢他們就可以開始自己進行這個火箭的高速流程 那另外 針對於這個楊礁的太空信用功能中心 他們也是在我們公司裡頭進行模擬分析 好 簡單來講 除了同學可以做得到 這些企業他們也做到 好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我們的看位上面 做進一步的討論給你們 好 不要緊 不要喔 太高速了 很可能 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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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